除夕将至,在新春到来之际到庙宇参拜上投降已成为不少香港民众的传统习俗 作为香港最著名的庙宇之一,位于香港九龙的色色园黄大仙慈每年除夕都会迎来大批民众 由于近期香港疫情严峻,为保障入词民众安全并配合特区政府防疫措施 2月1号,黄大仙慈在新春招待会上宣布,年三十投降将不对公众开放 这个新春是息息源黄大仙,九十九年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是年三十万的投注的乡会取消,是封完,2月11号是七点半至四点半就关门 那么初一至十四呢,我们延长开放到六点钟 据介绍,黄大仙慈将于2月12日及正月初一向公众开放 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期间,此内将实行人流管理措施 民众入词前需测温登记,园区设有三种方式可供选择 所以不是一个方法登记,不要挣时间,第一个方法就是安心出行的方法 大家知道那些二维码都出来的那些,这个一个方法 第二样,拿他的八达通,一拍上去就行的了 这个八达通,一拍上去就有记录了,知道了吗? 还有呢,我们就是用人手登记,所以有三个方法 据介绍,登记后的民众将获得一张仅限当天使用的入员许可证 凭证入员 新春期间,此内将实行单向参拜路线 共设三处上香点,不设供品区及贵败区 此内各区将实行定期消毒 千筒包裹纳米防菌贴膜 参拜未间隔安全距离等防疫措施 此外,黄大仙慈相关负责人还在当天透露 正月十五当天,黄大仙慈将延长开放时间至晚九点 园内建筑将设灯光夜景,共民众错峰观赏 正月十五这个特别,为何我开到夜晚九点呢 因为我们的园差不多在灯色方面装修得好 那一刻全园是灯火通明 全园的建筑物都会发光 这个报答回年三十万来不到败的 亦都被人看到夜晚我们的夜景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